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里是我的地下室 眼前的这几株兰花都是喜欢相对阴冷环境的兰花 没有阳光直射,温度要相对低一点 差不多低于20度的样子吧 我今天早上第一次给它们施肥 我是说今年第一次给它们施肥 那顺便给你看看它们的进展 先看这两棵小小的叶花兰 这一株呢,在我碰掉两个花杆之后呢 第三个花杆终于长成了 你看,能看到它们非常娇小的花苞 非常非常的小 看看有多小 而且让我出奇的是,你看 这里呢,有一个老叶子 这是一个很老的叶子 它的中间呢,有一个花翘 已经发黄的花翘 长出花感了 有点意外 而且这里,你看 刚刚长了一个新叶子出来 还非常非常的小 那旁边的这棵叶花兰呢 两个叶子已经长得非常大了 你看 会是这株植物最大的两片叶子 很快就能张开了 这个美丽的花翘让 叶翘让我很意外 这是一株原生的贝姆兰 Folly Dota Inbracada 在我手里已经两年了 没有开过花 现在开始长得不错了 你看,这儿有一个新芽 这边也有一个新芽 杆子呢,也长得非常好 那希望今年的这两个新芽呢 有机会看花 后面一棵也是原生的贝姆兰 这棵就是,那棵闻起来呢 像是酸菜味道的贝姆兰 你看,也开始长新芽了 下面开始有新芽 它的新芽呢,是棕色的 花芽长出来的时候也是棕色的 长得非常好 很健康 还有最后这一株 这一株呢,是我今年二月份买的 莴花篮,篮展买的 这是定的 当时呢,也是没有什么根 现在呢,还长得不错 你看,有一个新芽 自从到我手呢 就用了桃里拌水培 现在还可以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静 但是现在看起来 已经开始生长了 这就是我的地下室的几颗 喜欢阴冷环境的兰花 等它们有开花的时候呢 再和大家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